D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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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我是Kopa 為您帶來的同樣是三個球員的介紹 他們位置也是有相關的 都是DMF 那當然左邊這一位 卡爾茲還可以當DF 那右邊這兩位呢 只是還可以當OMF的麗花兄弟 就是JY的卡爾茲 是一個月底限定 這個前人覺醒 這一聯盟 麗花正夫以及麗花和夫 我們來看看內容 這三位 那當然月底限定這個角色 他的戰力是最高的 六萬六 那另外兩位麗花兄弟很接近 都是五萬九千多 我們來看卡爾茲的隊伍技 當然是沒什麼用啦 海外百分之二十 那他的被動是百分之八十自動攔截 自帶的S技能是斷球 四七五 那當然這些資料都蠻舊的 有更改的就是半了 四名以上隸屬性球員 就加百分之四 然後對決OMF是加百分之二十 全力足球的狀態 他能力還可以再加百分之十五 其實湊起來就有百分之三十五 然後應值時間縮短百分之六十 以及被封印兩項無效 這真的蠻少見的 被封印兩項 大概打一些任務的時候 有可能用到而已 我們來看 地花兄弟 正夫跟和夫 那首先是正夫 五名以上隸屬性日本 加百分之二十三 這隊伍技不錯吧 其實這個和夫素屬性 也是加百分之二十三的隊伍技 然後他們的被動呢 其實這兩位是一模一樣 就是逆境 能力值低於對手 加百分之三十 都是一樣的 然後自帶的必殺技能 也一模一樣喔 這個 鏟球四百六 斷球四百四 這是個人的斷球技能 所以不需要合體 然後半 幾乎也是 你看 看到這裡 都是一樣嘛 四名以上日本 百分之四點五的半 然後這裡就不一樣了 正夫是加鏟球必殺技威力百分之十 那和夫是加斷球必殺技威力百分之十 然後接著也是一模一樣混戰的代價 輸掉對決 對手下次選擇指令 能力減百分之十 那最後一項 這個是封印必殺技 那不太一樣的是 正夫是封印傳球必殺技 百分之五十幾率 那和夫 同樣是百分之五十幾率 但是封印盤球必殺技 好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他們的數據表現 好 球員數據計算說明 在這裡 都是一樣的 就是辦百分之四十 隊伍今年百分之六十九 那這次用不到高低空 計算後的單位呢 是萬 那就是必殺技乘以數據除以一百 所以待會數字都是 多少多少萬 我們來看 首先是JY 這個卡爾茲 他的特色就是全力狀態加成 然後OMF克星 我們看他的三項必殺技 鏟球 455 檔球465 斷球490 威力都不差 那數字分成兩排 第一排是面對OMF 所以分成全力狀態 16.1萬的鏟球 以及非全力狀態 14.7萬 那第二排當然就是面對 非OMF了 所以威力就會更差了 就是14.3萬 這個是全力狀態 12.9萬是非全力狀態 來看看擋球是他三項裡面呢 第二高的 17.2萬的擋球 面對OMF 然後15.7萬是非全力 全力狀態呢 15.2萬是面對非OMF 以及13.8萬是非全力 那來看看他最強的是斷球了 20.3萬 可以到這麼高 當然是要面對OMF且全力狀態 非全力狀態18.6也不差吧 面對非OMF他還有18萬 以及16.2萬非全力狀態的數字 來看首先面對這個雷歐 這個新的技術性的日本J聯盟的雷歐 在盤球的時候 這個18.8萬的盤球 那他的特色就是 必殺技威力比對手低的時候呢 就可以計算出這個數字 那如果你今天盤球必殺技威力比對手高的話 那你就是15.5萬 那比較的當然是對手選的技能 好那這個選慘球的話 這個雷歐如果佔FW 那面對的就是14.3萬 那18.8對14.3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雷歐佔OMF就不得了啦 面對的是16.1萬 而且技術性還會被隸屬性克制 所以即便18.8大於16.1都很危險 好我們接著來看這一位 好這個是替補的納德雷沙喔 就是替補上場加55%能力 可以看到18.7萬的這個盤球 那如果不是替補上場就是13.4萬 應該沒有人會用到這個數字啦 18.7萬要來過這個16.1 14.3其實綽綽有餘 不管是FW或OMF 基本上他要過這兩個都沒問題 因為他是隸屬性 好我們接著來看 拿破崙的射門 這個射門是22.5萬喔 是指這個大敵當前 就是體力少於20%的時候 最高威力來到22.5 那體力80%以上的話 就是21萬的射門威力 其實這個數據要過15.2 因為他是FW就是非OMF的意思 要過15.2應該不會認為過不了吧 所以這個卡爾茲 在這檔球方面就 不是那麼的理想 好 那我們接著來看 如果是新的角色 這個J聯盟的佩裴 這個佩裴是 捷徑全力以及落後有加成 落後加成比較少就5% 那這個21.8萬就是 體力80%以上 然後且落後 那全部都加成 就高達21.8萬 那這一個是沒有落後 也就是開賽的時候 0比0的時候 是21.1萬 體力80%以上 那17.9萬就是 體力20%以下的時候 然後呢 也沒有落後加成 這個角色比較麻煩的就是 同分呢 他可以加3% 但是0比0不算 要1比1或2比2 那落後的話呢 是0比1開始他就有加5% 其實都不高 但是會導致在計算上 會有多種情況出現 那我們來看他有沒有辦法 過這個卡爾茲 其實以他素屬性來講 21.8、21.1 基本上應該都沒有問題 我們接著來看 萊文的三角短船 這個月底限定 可以看到他三角短船很高 19.4萬體力80%以上 體力20%以下 23.1萬 含 這個對決獲勝獎勵5% 這個數字有沒有辦法過 這個卡爾茲 提到他的數字非常高 就是20.3萬面對OMF 所以萊文如果佔OMF 23.1速屬性要過 這個卡爾茲的斷球 我想應該是可以 但是要到23.1這麼高 如果今天萊文是佔FW 就輕鬆多了 這個19.4開始 對付18萬 全力狀態 是有點危險 但是對沒有全力狀態的16.2 應該是輕鬆協議 簡單講 這個萊文要過卡爾茲 應該不是問題 如果是基礎性的禮包額 就比較難 你可以看到他 渾身一級只有21.6萬 主要因為這卡爾茲不是Rising上 所以這個也少了一個5%的加成 那21.6面對20.3 因為他是OMF位置 其實全力狀態他要過真的是不太容易 而且這個禮包額體力減少 其實三角短短也不會維持在21.6萬 我們來看傳球 這個是數屬性的泰格波朗 他是渾身一級 有加版是50 必殺技成長這個數據高達21.5萬的傳球 但是呢 這個也有20.3萬 所以你要看站什麼位置 我想如果他站的不是OMF 基本上要過這個卡子應該都不成問題 但站OMF就要小心了 他跟李包爾一樣渾身一級 所以體力減少 你說如果只有20.幾萬 是不是能夠過20.3 我覺得就不是那麼肯定了 我們最後來看萊文的傳球 一樣的他是韓對決勝利 體力20%一下21.2萬 其實還輸泰格波朗一點 所以基本上差不多 簡單講就是 如果站在OMF來對付這個20.3 都是有風險的 所以這個卡爾茲不是那麼不堪 但是就是面對OMF以外的角色 他就非常的危險 不是很有壓制力 我給的抽卡建議就是可有可無了 因為他只有一項斷球特別好 擋球其實普通 那鏟球就更差了 我們來看這個麗花兄弟的正夫 他是封印 50%機率封印 然後是 數據比對方低的時候呢 他是有加成的 所以你看到他59000多 其實很容易 比對手數據低 很容易 首先來看這個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例外 這個也是新的全能覺醒 是一個月中限定 他特別就特別在 他的數字非常的低 他是沒有這個麗花正夫高 他是59000 他比59000還低 想不到 我們來看看 他也是一樣 就是逆境 就是數據比對方低 他就有加成 然後他有預測得勝 你可以看到這個鏟球 他可以到15.6萬 面對這個麗花正夫 我們來看看盤球 420的威力很低 但是算出來也有15.3萬 那這個12.6萬的意思就是 沒有發揮這個 數字比對手低 可以加成30% 沒有發揮的話是12.6萬 所以他面對這個 李鮑爾 他就是12.6 對抗15.6 那當然這個是 穩穩的可以產下來的 我們接下來看這個大空益 這個是 NextGene的大空益 那他的數字 可以看到是15.4萬 他是預測得勝 那這個15.4萬 來對的會是15.3萬 因為他的 總戰力呢 是比麗花正夫 5萬9還高蠻多的 15.4來產 15.3 還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 正夫呢 可以看到盤球傳球 其實必殺技威力低 所以算出來數據也低 將來如果有必殺技高一點的話 其實算起來還是會不錯的 我們來看如果是斷球 面對這個 麗花正夫的傳球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 雷歐 他是必殺技威力比對手低 15.4萬 剛好他必殺技威力 還比420低 他的斷球 只有415吧 那15.8對15.4 應該是有機會斷下來 雖然屬性是輸 但是數據只差一點點 接著來看這一個 這個格蘭迪奧斯 這個在中場加成 他的戰力就6萬多 6萬多 在中場有15.5萬的斷球 那離開中場是14萬 這個15.5要對到的是15.8萬 因為他戰力比較高 這個15.8 15.5 我想籃節絕對不成問題 14萬可能 就有點吃力 如果離開中場的話 我們接著來看來文的盤球面對 麗花正夫的慘球 剛好是慘球是 麗花正夫的強項 他是有10%的必殺技威力加成 你可以看到高達18.9萬 那這個是沒有發動逆境的話 是15.6萬 這個20.4萬 是體力20%以下 且已經獲得一次的對決勝利 就有高達20.4萬的盤球 那這個盤球要過18.9 有機會 因為速屬性克制力屬性 但很難保證 因為只差15000左右 好我們接著來看這個納德雷莎 19.5面對18.9萬 我想應該是要被慘下來了 全力狀態19.5 非全力狀態17.6 他戰力鐵定超過這個麗花正夫的 所以18.9萬的慘球擺在這裡就是 很高就對了 好我們接著來看 16.4萬的斷球 這個必殺技威力440 然後16.4萬 沒有發動逆境是13.5萬 好面對這個 N3的松山光 他的傳球有17.2萬 17.2萬 要過這個16.4萬 可能有點難喔 只差8000屬性相同 假設立花正夫是用斷球 面對他的傳球 應該是可以斷下來的 接著是這個切斯特 這個切斯特其實有封印必殺技的能力 然後他的必殺技自己的 本身有加成 你可以看到他的傳球有到20.5萬 他是速屬性要過 立屬性的正夫16.4萬 我想是綽綽有餘 總的來看這個正夫的數據喔 你可以看到他的盤傳喔 其實在15萬以上 不是到這麼的糟糕 還行就是了 但絕對算不上頂尖就是了 那他的鏟球呢 非常的高 將近19萬 這個數字 而且是對大部分的球員 他都有這樣的能力喔 就是他的這個逆境很容易發揮 就是可惜的斷球 由於必殺技威力比較低 計算出來也只有16.4萬 不過呢 他有50%的機率可以封印對手的傳球 所以如果斷球弱一點 其實好像也沒有說完全不能使用 所以我給的抽卡建議是 可以擁有 也就是你把他當作一個防守型的球員 其他數據看起來是可以的 接著我們來看麗花和夫 他也是一模一樣的封印必殺技 以及這個逆境 都跟麗花正夫是一樣的 同樣的他的盤球 傳球也都是420的必殺技威力 所以這個相信之下這兩項 我們可以快速的看過 因為對決的對手我都放的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不再重複講前面這四位了 那我們來看看他的產球吧 他的產球沒有加必殺技威力10% 就單純460 是17萬 那這個17萬能不能夠應付盤球呢 我們來看看 斯奈德的盤球 這個大敵當前最高可以來到18萬 屬性相同 所以這個17萬是有機會產價這個18萬的 所以這個斯奈德要面對的對手是越來越多 畢竟他還出來好幾個月了 六月底的月底限定 我們來看這個大空翼 這個大空翼 但是在前面這個16.6到19之前 這個過程恐怕就過不了這個立花和夫了 我們最後來看他的三角短傳是松山光 那這個松山光三角短傳到19.5萬 有沒有辦法過這個斷球呢 你可以看到這斷球我擺了兩個必殺技喔 一個是自帶的400是單人就可以使用的斷球 算出來的威力是17.9萬 面對松山光 他是逆境有發動 17.9對19.5 看起來好像 攔不住對不對 不過沒關係 他還有465的 合體的斷球技能 也就是需要立花正負在場上 如果你使用這個465必殺技威力 算出來有19萬 你可以看到19萬面對19.5萬 就沒有問題了 保證是可以斷下來的 那如果是三三傳呢 這個三三傳有高達19.7萬的三角短傳 其實面對19萬的斷球 屬性相同只差7000 我相信這個和夫也是斷得下來的 這樣講好了 這個和夫如果你搭載的是 440的單人斷球 17.9 只能說算是中上水準 但是如果你使用了465的必殺技威力 19萬就算是一個很好的斷球數據 所以我給的抽卡建議呢 會是比立花正負好的 會是建議擁有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個合體的必殺技能 你也沒有辦法擺立花正負在場上的話 那我給的抽卡建議就會是 單圈 可以擁有 突破能力極限我只有一種建議 這個DNF跟DF呢 或者是這個防守型的OMF 其實就是鏟球加滿跟斷球加滿就好了 那當然行有餘餘你可以去加盤球或傳球 接著是與其他球員的比較 首先是JY卡爾茲 你可以看到他是贏隸屬性的 加雲 這是一個Rising上的球員 然後他是蘇 這個是2020年的喔 Rising上的泰格波朗 他是大敵當前加必殺技威力30% 應該很久沒有看到這個角色了 然後是蘇這個月底限定 33存 他也是大敵當前 但是是加能力 可以看到他這鏟球比的這些角色 就知道不怎麼樣了 然後他的斷球比的角色就不錯了 這個卡爾茲 他的斷球很強 因為他是預測得勝加50% 他的斷球能力能夠贏他算不錯囉 然後輸這個月底限定的33存 這是今年的月底限定 然後輸這個上帝雷 其實可以比較到 這個33存跟這個上帝雷 就可以知道這個卡爾茲的斷球算是真的蠻好的 接著是 鏟球利花正夫 我們來看他是贏 這個米凱爾 這個大天使 當然這也是2020年的角色了 然後他是輸這個 泰格波朗月中限定的鏟球 然後也輸這個鏟球 這個是基礎性的米凱爾 這個米凱爾就是鏟球厲害 他自帶的鏟球技能也是 其他米凱爾都會拿來吃的一個技能 所以這個利花正夫你說 鏟球 17萬好像沒有到非常高 但是其實以OMF跟DNF角色來講 他的數據 算滿前面的喔 你可以看到比較的對象 已經可以比到這個以鏟球 這個有名的米凱爾 我們來看斷球能夠比的角色 你就可以看到 是2020年的拉頓加 然後是舊腳前人覺醒的三三存 以及斷球本來就比較弱的米凱爾 這個2020年的大天使米凱爾 這個正夫就是可惜在斷球稍微弱了一點 最後我們來看荷布 那荷布的鏟球比這個蘇密特還要好 然後也比這個月中限定的格蘭迪奧斯還好 這個就不得了啦 這是今年的新角色 他有封印以及預測得勝 想不到他的鏟球還輸給荷布吧 很難想像 那這荷布還輸 我剛看到是去年的拉頓加 在鏟球這方面來講 這個荷布不是頂級 接著我們來看斷球 他的斷球就不得了啦 斷球有加成 那這裡比較是使用465的必殺技威力 他是贏這一個3M的三三存 然後輸這個隸屬性的米凱爾 這米凱爾的數字還真是不低啊 他是Rising上克星 然後輸這個月中限定的泰格波浪 當然我們知道這泰格波浪在各方面 不管盤球傳球 這個斷球殘球都是挺優秀的喔 數字分配得很好 那這個荷布在斷球能夠比較到 這幾位其實已經足以證明他的防守能力 絕對是不差的喔 那以上就是我對這三位角色的介紹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give我按部 林鄭 嚇一iers